鸦片流入中国最多时期的是道光期 当时道光皇帝看到清王朝在鸦片迫害下日益衰弱 也开始延进鸦片 邻间对鸦片的危害也是十分痛恨 慈禧太后甚至带头借了鸦片 最后竟成功了 现在跟着小编一起来下晚清鸦片党的庸懒姿态 会不会觉得眼熟呢 晚清焚烧鸦片的场景 百姓和官员等人一起合影游泥 这是一名晚清吸食鸦片的妇女 自是庸懒躺在榻上 拿手一根大烟干 颓废感十足 晚清罕见鸦片党 只见一名妇女吸食鸦片 慵懒感十足 旁边还有一位小女孩 对于富人吸食鸦片显得平常无比 晚清罕见鸦片党 三名大老爷 一边吸食鸦片 一边听着小丝的报告 还有人精细地伺候着 颓废感十足 随着科技的发展 智能手机犹如中国人的现代鸦片 只能感叹一句 历史总是那么相似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无片来源互联网 全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